包租代管中的社会住宅 落实居住权益 希望让每一个人都能住到自己满意又付得起的房子 社宅包租代管是否就是让租赁业者赚差价的时候 这是不行的 政府规定我们不能这么做 只能租给落实租群 还会担心他们不能准时找租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用付给业者任何的中介费 那住院呢 这是在台北市的第四期社会住宅中得标厂商之一 欢迎大家来找我们进行你们房源的评估 房东们政府要建议你的房子做社会住宅 由租医管理你的房子大小事 让你轻松收租金 房客们入住社会住宅免抽签 不担心遇到二房东 还有机会申请租补助哦 Hello everybody我是Robert Hello我是Sean 欢迎收看社宅咨询室 今天主要聊的主题是包租代管中的社会住宅 我们观察到网路上其实有很多人对社会住宅这个议题 有非常多疑问和见解 今天就来执修对决回答这些问题 今天我搜集了网路上房东跟租客关于社宅的尖锐问题 会在你们科普社宅知识的过程中提出质询 你们得及时消除网友们的疑虑 有没有信心啊两位 有 那第一个环节呢 什么是社会住宅或者说社会住宅的目的 那其实政府的定义呢 是落实居住权益 希望让每一个人都能住到自己满意又付得起的房子 那其实社会住宅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新建版的社会住宅 新建版的社会住宅其实就是政府会征收一块地下来 然后把它透过营建的方式营造出新的社宅给人家住 嗯 不过这个应该是会比较难抽签 因为它又有限量 数量有限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地本身 尤其在台北或是说比较市中性的地方是很难取得土地 所以才会盖得那么慢 每一栋也都是几千万几亿的花费嘛 这些预算都很高 如果有针对新建的社会住宅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底下留言 我们可以之后再找专业的来录影片跟大家说明 第二种社宅也就是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 也就是我们注意这次是其中一个得标厂商之一 那这种社会住宅跟新建有什么不一样呢 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其实就是说 因为前面有讲到它新建太慢 所以它与其一直盖也盖不出来的话 它其实找民间的屋主 像你我如果有房子的话 都可以把房子提供出来 交给像我们这样的业者去做这个包租代管 然后给有可以符合社会住宅的需求的人入住这样子 那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本质上就是分成 包租的社会住宅和代管的社会住宅 它们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包租还是有点像二房东 但待会会解释它哪里不一样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跟屋主租下来再转租给客人 那对屋主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会有空窗期 它租给我多久这段时间都有租金可以收 那代管就比较是我帮你出租帮你管理 那如果还没有租掉的时候屋主也没有钱可以收 所以它的逻辑其实跟一般的包租代管是很像的 对 只是因为它是社会住宅的关系 所以它会有租金上限的问题 而且包租和代管租金上限也不太一样 是原则上在台北市的话 如果你是代管的话 你的租金上限每个月应该是35100 那如果是包租的话是31200 原来如此 等等 有一个X而且它很反对加入社宅 它质疑社宅包租代管是否就是让租赁业者赚差价的时候 租赁业者会不会故意压低屋主的租金 然后出租比较高的金额赚中间的差价呢 原则上是不行的 包租代管社会住宅是不能赚任何价差 举例来说刚才前面有讲说虽然包租我们是跟屋主租下来再转租 可是我们在转租的过程中一定就是我们包多少我们就是要租人家多少 我不能譬如说跟你包3万租人家3万1这是不行的 因为政府其实就是规定我们不能这么做 当当 有另一个X先生他反对加入社会住宅的原因是因为 他觉得他的房子这样就只能租给弱势族群 还会担心他们不能准时交租 其实租给弱势族群这件事情呢 是本来就是社会住宅的用意 所以你要加入社会住宅你就不能排斥租给弱势族群 那其实我也会想要对X先生说 虽然确实社会住宅他有分所谓的一般户或是弱势户 因为我们常年在做包租贷管的一个经验啊 弱势与否或是他的经济背景与否 跟他是不是会准时交租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比较大还是在于说他的个性啊 做人处事的态度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去存在那种想象 觉得说只要是弱势或是相对弱势的人 是会不准时交租金这是没有的 那加入包租贷管的社会住宅 房东的优势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税负节眠 其实税负节眠蛮多的哦 第一个就是你每个月会有个1万5的免税额 所以举例来讲你假设住人家3万块 你最高可以直接扣1万5 对很多我都直接砍半 那剩下1万5的部分还有个60%的扣除额 也就是说你实际上只要算这个1万5的四成 是你的这个收入这样子 然后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还有你的房屋税和地价税 全部会变成自用税率 不会像之前你出租的时候 它会变成非自用税率 房屋税大概是2倍 地价税是5倍 没错 加入社宅全部都是自用的 那我来帮大家比较一下 如果有加入社会住宅 或是没有加入社会住宅的差异 我这边有帮大家试算一下 假设月租金3万块啊 如果你是没有加入社宅的话 你的年收租金36万 那因为你的标准扣除了只有43% 所以57%都要认列你的收入 所以你会有20万5200元 会是你的租金收入 但是如果你有加入社会住宅的话 我这边算一下 第一个你有每个月1万5的免税额 剩下1万5再扣掉60% 所以实际上只有7万2会并入你的所得 差非常的多 大概3分之1左右 那当然那个所得最后还是要看你的所得几句啦 除了这些税付的几点之外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是额外的补助 当然政府首先会补助的就是我们这些业者的 不论是成交费服务费带管费 这些都不是物主需要出的东西 之于政府还有每年补助1万块的修缮补助 然后还有3500块的保险费用 政府还有补助你公证费哦 一年补助4500元 保障你的契约是完全无碍的进行下去 等等 M先生他还不想加入设宅耶 他说原因很简单 这样他还是得报税 然后呢又要被收更多的税 针对M先生这个质疑的话 其实我想讲第一个就是说 坦白说你收租金报税是天经地义啦 之前我们在Podcast上面也有分享过 其实房东不缴税这件事情已经开始是落日了 已经大限已到 其实现在房客啊 如果要申请租补助或是去报税 都不需要房东同意 与其你被房客这样子去报税 不如你现在就直接加入社会住宅 还有很多减免跟补助 简单来说 因为刚刚从从计算 你当然还是会多一点所得税要缴啦 但是你多缴这一点所得税 你就不用再担心政府哪天要追缴你之前 所有没有报的税 没错 把它想成是一笔投资的话 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所以其实在这边就是鼓励大家 还是诚实纳税 登登 W小流觉得说 感觉加入社宅规定很多耶 您说的是屋主的部分吗 其实还好 你的房子只要符合一些相关规定局来说 就是不能有一些太明显的违建 政府很在意的就是房客住的安全性 所以比如说一定要有灭火器 或是烟雾侦测器 热水器一定要是通风 或是有强姿牌器 其他部分其实租金在一定的上限内 然后独立门牌不能是分租的 原则上就可以加入了 那如果你们在台北有房子 想要试试看可不可以成为素材的话 欢迎联络我们 我们帮你免费评估哦 那接下来是租客的优势 租客来申请社会住宅会有哪些好处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因为以往很多房客都会说 我的房东不让我申请租屋补助 或是不让我缴税 但是因为有加入社会住宅的屋主 一定都已经是要缴税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是有符合 可以申请租屋补助的话 不用再担心什么房东不答应 你是一定可以 你直接去申请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 因为有业者在中间 所以不用担心说你今天遇到 不修东西或是观念不好的房东 原则上如果东西坏掉 有什么该市房东修的业者一定会帮你去争取 那当然大家可能也会有个疑问是说 都已经社会住宅的租金还是很高 好像很奇怪 其实政府也很在意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政府对我们这些业者 其实也是很严苛的 我们在去找这些房子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当然除了设租金上限之外 其实也有很严格的一些制度 让我们的租金不能太高 即使是没有到那个上限 也是会压在一个很正常的数字之下 有些陈储制度 对 会放大减合 对 其实大部分的社会住宅的租金行情都是合理的 那当然还有个好处 我觉得不管是对房东或访客都一样 就是你透过社会住宅出租或是找房子 都是不用付给业者任何的中介费 还没有费 完全不能收费的 其实所有的收费都是政府补助给我们 所以如果你有遇到哪一个业者说他是社会住宅 但是要跟你收取中介费的话是不行的 等等 A先生他觉得加入社会住宅资格审核很困难 一定要缴一大堆资料啊 然后B小姐也觉得感觉名额很有限 但是身边很多人抽签也都没抽到 他觉得感觉自己就抽不到他不要去包社会住宅了 其实首先啊 抽签跟包出贷款的社会住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抽签本身是跟新建的社会住宅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是要来找社会住宅包出贷款 那就不用担心抽签这件事情 那回到资格审查比较复杂 其实当然前几期可能会相对复杂 但现在政府其实也很有经验的 所以其实到最新的这一期 你只要缴交你的所得清单 财产清单 然后户籍等本 我们这边后台上政府的一些网站 就能很快速的查到说 你到底有没有资格去住社会住宅 所以其实现在的流程已经非常简化了 没错 他其实没有想象中复杂 原来上其实可以 简单的自我审核三个主要要件 第一个就是你的家庭年收入 要在一定的一个金额以内 第二个就是假设你是要申请台北市的社会住宅的话 你的家庭成员在北北极桃 不能有自由住宅 另外就是家庭成员不能 就是已经有住在社会住宅 或是一些公民住宅之类的 那注意呢 这次是在台北市的第四期社会住宅中得标厂商之一 那也欢迎大家来找我们进行你们房源的评估 那为什么找我们呢 首先第一个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有超过七年以上的执行包住贷款的经验 第二个 我们也有专业的团队 在处理你的房源和房客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呢 我们也有专业的设计团队 如果你的屋框比较不好 我们可以帮助你 坨化你的房源 创造更好的出租房 如果大家还有各种色宅的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会在留言区回答哦 那我们是朱宇下次再见啊 拜拜 拜拜 加入社会之外的保持贷款 政府给你三岁有减免 三费有补助 三年有福 欢迎来找朱宇为你评估哦